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拿到这个字的时候到字典上去看 他告诉absent from absent in 是不一样的 台大研究所99年考的文法 他缺席了 he is absent from school he is absent in school 是什么 他人来学校了 可是我们在学校找不到他 叫做in 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意思 字典上会有就翻一下把用法查一查 台大当时考的是absent when sale from 用的是反生代名词的一个主动的写法 absent是可以当动词的 那再看看字典上告诉你 原来absent用在这样子的状况 没有的时候可以用absent 他身上没有钱 money is absent from his pocket 钱在他的口袋是缺席的 ok 那再看看他附给你的考题或例句 盖茨这个家伙他的三餐饮食当中 盖茨摄取不足 英文用的不叫做 his diet lacks calcium 不是这么说的 ok or is calcium is absent from his diet 盖茨在他的饮食当中是缺席的 是这样子说的 你的英文稍微跟老外一样有羊烧味 或不是香土味很浓的那一种说法 然后再看看他的例句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记下来 原来秃头 也可以用这个字对不对 hair 头发 is absent from his head 就过去了 你的句子会写得漂漂亮亮的 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的 弄清楚之后来再看这儿ab ok 刚刚说的 它是await的意思 不的意思 dic是说话的说 字典那个字跟dictionary 是说话 或者是文字 加上动词字尾ate 去年还大考的单字 eticate 叫放弃 我不再说起这个东西了 我以前曾经是国王 我放弃国王的地位 eticate my throne 我放弃了 不再提起我是国王这件事 叫做放弃 那是不的意思 那再看ob ob ob这个字来 我们写清楚一点 obliterate 来 ate 是动词字尾 ob 是不的意思 literature 就是文学 就是文字 所以这两个字 是相等的 obliterate 是消灭的意思 是放弃的意思 是放弃的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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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